今天在台南 可能不会浪费 适合 然后 nada,小包能手 can 推荐它们的如梭高 然后他还有说如果第一次吃的话 你建议我可以点三分 所以我点一个综合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台南的第一站选择在新营下车 会选择新营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小时候常听到我妈跟我阿姨 一直在讲新营新营这个地方 所以就选择在新营这一站 先下车 我们等一下会去新营堂场 然后再走去堂场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地景公园 看了一下附近指标的说明 原来这以前是堂铁 就是专门用来运送台堂的堂 刚刚问了大哥 大哥说其实顺着铁路走可以到堂场 但是会担心他那个大门有关起来 所以没有办法经过 所以他叫我试着坐铁路看看 如果过得去的话就走 很幸运的他们有关起来 那我们就顺着铁路去探险吧 嗨 我刚刚顺着铁路走 然后走到了他们放五分车的车库 然后正要打算离开的时候 发现他们对面有一个很像指观的公园 但只是靠近之后才发现他们正在施工 所以说不定你下次来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 就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观公园 可以来参观 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去新盈堂场 我现在在新盈堂场隔壁的中兴车站 然后中兴车站假日的时候其实是有发车小火车 可以到附近唠唠 然后今天是平日 如果要发车的话要先预约 然后但是要20个人才能发车 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中兴车站对面 其实有展示五分车的一些小故事 跟一些实际的以前车子到底是怎么运送的模样 在这边可以让大家去看看 旧时候的台唐火车是长什么样子 我自己蛮喜欢这里的 我从新盈车站走到这里 就是边拍边走边玩 也是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虽然很多地方都还在就是整治跟维修当中 但我相信你们来的时候他都已经用好了 你们可以玩的比我还要尽兴 看到的东西会看到更多 那我们就在附近再走走 就往回到咯 然后其实林凤云车站呢 也是从日式实际就留下来的旧的铁套车站 已经是古迹等级了哦 从林凤云车站一出来的左手边 就是林凤云书咯 这个故事屋就在树屋的后方 然后刚刚逛了林凤云车站附近的树屋 还有故事馆 现在呢要往林凤云诺宇秘境前进 然后很可惜啦 故事馆今天刚好没开 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去参观 那我们就往诺语宇的方向前进吧 我现在呢在清浦平是台南的一个蛮重要的私地景观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很适合就是吃完饭来这边散散步 然后后面其实是卧乳中 只是还没有红的很彻底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圈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吧 因为天气真的太冷了 就是又下雨然后又刮海到温厚 所以决定直接走到长季 然后看路上有没有什么热食可以吃 我没有想到台南现在该这么冷 这棵气团真的是太威猛了 因为下雨所以有点懒得到去走 所以今天的晚餐呢 就来炒自己旁边的一间餐厅 然后就是这一间 然后拿菜单直接点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先来陪饭吧 这两天一直遇到五天 希望吃个土炒饭来过过天气的运气 所以就点走 土炒饭 那再走 然后可以吃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演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 栋梦 那我们下次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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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